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适合于春天使用的 这边也很简单 调料 盐 味精 胡椒粉 料酒 还有点水淀粉 香油 这个韭菜我是最不敢做的 它老有点泥 沙 韭菜一般买回来要浸泡 浸泡有两个好处 第一刚才您说可以去掉一些淤泥 咱这样第一步怎么做 第一步我们看来切鱿鱼 首先是鱿鱼的选择 你看我们这样是一般从市场上买回来 都是这样的鱿鱼片或者鱿鱼卷 或者整桶的鱿鱼 这样是一个整桶鱿鱿 整桶鱿鱼我们要给它切开 整桶鱿鱼还好办 我们会分得出面面和反正面 对 如果是这个鱼片的 我们就要看有这个鱼呢 咱们推进点 有鱼呢 这算里面 里面 打花刀要从里面打 不然的话它卷不起来 打这面是不容易卷起来的 而且里面有一些软骨类的这样的东西 可以一摸 感觉到 有一些细的磨 真是 打花刀的时候从这一侧来打 这是打花刀的方法 我们第一刀是泼刀 这样的45度 45度 从这个 这个 鱿鱼斜方 这样45度 这个刀的坡度也是基本上45度 45度 然后这样打花刀 别切透了 往前这样是叫推刀 这叫这个 斜刀 深度是这个整个这个 鱿鱼厚度的三分这 三分这 为什么一会讲三分这二呢 就是一会它树刀切的时候呢 要比 要比鞋刀深 哦 树刀呢是五分之四 哎呦 这样打起来的刀呢 卷起来的非常漂亮 像麦翠一样 这树刀呢 这树刀呢 再是45度和这个承角度啊 然后直刀切 这样切得比较深 这样你看快透了 这是五分之四 三分之二 五分之四 简单的记忆呢就是树刀打得深一点 哎 破刀打得呢呢 稍微的浅一点 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 做腰花有一个方法 也是切着花刀 哎 刀法是一样的 叫麦碎花刀 对了 把这个麦碎花刀切成菱形块 就叫荔枝花刀 卷起来呢 上面小底下大 荔枝卷 荔枝卷 我们看呢 树刀呢很深 横刀呢稍微浅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条 我们将鱿鱼打上花刀后切成条 荔枝卷就做好了 2.5厘米左右的长条 嗯 做水很重要啊 做水 做到80度就可以 好 不要全开 我稍微小一点 好嘞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嫩 然后迅速的下入 你看 嘿 马上捞出 这点 过会就会比较老 要点就是这个水宽一点 开了之后呢 把火的关小一点 这水就不用了 接下来呢 把韭菜切成段 切成段呢 我们把它呢 就放在盘子中呢 分别放置 韭菜头的部分呢 放在一侧 切韭菜呢 我们的原则 一是这个 要把这个头跟这个叶分开 第二呢 切的长短呢 要短于我们打的鱿鱼卷 这样呢 炒起来比较突出主料 而且这个韭菜和鱿鱼还真是绝配 对 它可以一是呢 特奇怪 可以去掉韭菜 可以去掉鱿鱿鱿的香味 它能压得住它 是吧 而且还本身的香味可以提得出来 对 这个豆芽呢 我们把它这个 这两头已经去掉了 我们把它掐短 咱们养生菜啊 讲到这个吃应地的食品 对 那春天嘛 就是这个春天万物萌发 对 这个人的身体呢 也在这个不断的复苏 也在萌动 就提倡吃一些像豆芽来的东西 像出土的嫩芽 这样生机勃勃 对 这时候我给您倒点油 来点油 其实我倒了一点点油 对 董老师 还有刚才咱们说到一个 要让它不出水 让它嫩 还有一个叫烹调的时候塑调 快火菜 对碗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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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点基本味盐 一味 稍微放一点糖 用糖不甜提鲜 放一点胡椒粉去腥 放一点味精 来 然后来一点水淀粉 水淀粉是为了把它的芡汁呢 把它包住 但是呢 淀粉一定要少 就是由水淀粉而看不出来 叫偷芡 偷芡 酒啊 然后这个姜丝煸出香味 然后下入韭菜在这一部分 韭菜头 我们大火速炒呢 别可以使这豆芽那不出水 对 哦 我做豆芽的时候它老爱出水 这大火速成 对 旺火速成 它就不容易出水 还没等到出水差不多了 说我说它 对 然后我们下入鱿鱿 鱿鱿鱿现在烫是八成熟 然后下到锅中 最后的卵汁下入 好 清红椒丝调色 这拿着 这样一番勺 起火 你要喜欢吃香油的话 咱们再滴上一滴香油 我们今天你看这个菜炒得很简单 真漂亮 但是呢它都是适合于春天的食物 吃这个食材呢 要讲的吃一些杏味偏平的 而且呢这个维生素含量丰富的 特别是吃一些蔬干的 像我们这个鱿鱼啊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食物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韭菜炒鲜油的制作方法 将鱿鱼打上花刀后切成条 焯水捞出备用 用盐 糖 胡椒粉 味精 水淀粉调成碗汁 将韭菜豆芽煸炒后加入鱿鱼卷 倒入碗汁大火翻炒均匀后就可以了 这个技术材料还是有一定的 刀工很重要 刀工 火候 对对对 火候顺序很重要 您记住了 您试试有什么体会 跟焯老师交流一下 明天早上老师见老弟夫老朋友 不见不散 再见 从明天开始的每周四 我们推出了一个系列节目 官府名菜家常做 由曲浩大师为大家介绍一些流行于 全国各地酒店的官府名菜 让官府菜成为您家的私房菜 明天首先带来的是一道官府香卤肉 敬请收看